伴随着两千五百年的大沉沦 是两千五百年的大寻觅 一次又一次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寻觅和文化自救 变成了文化精卵和文化豪枯 孔子倾注毕生心力 宣扬敬天爱人的忠书之心 到头来竟被扭曲成了专制主义的装潢粉饰 孟子说 大沉沦是人们背弃了天然本性 荀子却说 大沉沦正是人们天然本性合乎逻辑的发展 韩非子相信 孔孟那一套都是虚幻不实的玩意 唯有言行酷法 权威实力才是硬邦邦的人间正道 历史竟然如此无情和不幸 真正把持了神州命脉的不是儒家 而是法家和兵家 2500年来哪一朝天下不是靠刀枪剑己杀出来 用专政淫威来维系 以仁义道德做粉饰呢 中国的政权建立并不是根据儒家来建立的 这是实际上在斗争中成功的 确实是根据法家来的 是不错的 法家根本不问基本原理的问题 只是说你要 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样一个统治 我就告诉你 我有什么方法让你达到那个统治 那个统治就是一个皇帝在上面能抓住权 但是另外一方面建立一个官僚系统 一层一层的负责 治疆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达到统治 稳定的统治 在天道远人道近的中国 人道终于成了兵道成了霸道 以人为本的自省自救 终于成了以兵为本的自残自虐 汉如董仲书 也看出人若不敬天便无可救药 于是以天人感应之说 吓唬君王挽救人心 终究不成气候 三国功伐 八王之乱 五胡十六国 魏晋南北朝 三百年兴风血雨中 佛教似乎带来了一线新希望 连皇帝们也纷纷皈依佛门 然而一代又一代出家人的巨大前程 并没有改变这个泱泱大国 苦难多减的历史命运 朱熹来了 他要用天理抑制人欲 却不晓得天理究竟在哪里 只是转着圈说 人心就是天理 天理就是人心 于是这莫须有的天理 在赤裸裸的人欲面前 正像孕育了他的宋王朝 在野蛮的戏丹面前一样 软弱无力 一败途地 明朝出了个亡羊名 他说人们只要像猫歹老鼠一样 不放过任何异闪而过的私欲 就可以心底无私 天理纯全 他做支线时 真的率众操练起猫歹老鼠的内心功法 眼看权无功效 贼民四起 这位夫子立即率众操练起兵法 势伯上阵 立下战功 当上了南京兵部尚书 三十多年前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叫人们狠斗私自一闪念 重演了王阳明这套把戏 到头来也是一场辛辣无情的讽刺 为什么人本主义学说 不但不能成为拯救的福音 反而成了专制主义的工具呢 为什么两千五百年的主旋律 不是和平宽容 长治久安 而是你死我活 翻来覆去呢 公元前一百年 伟大的史学家 身为汉朝太史令的司马迁 正在撰写那部千古不朽的史迹 突然间 汉武帝下令处死他 原因是他对迫不得已投降匈奴的 大将军李玲表示了同情 为了保住性命 完成史迹 司马迁接受了人类最屈辱的攻行 他忍着巨大的痛苦 写啊 写 写得惊天动地 比走风云 可当他写到眼前的汉武帝时 再也写不下去了 也许他害怕了 也许他陷入了困惑 两千多年后 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 也对这件事情大惑不解 他说 司马迁学识渊博 通古小金 为什么从未考察过 皇帝大权合法性的根据在哪里 他随意阉割臣民的权利 是谁认可的 为什么皇帝可以做出冲动 自发的 无理性的 不可预测的行为 臣民却没有任何一个 可以投诉的法庭 这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的西洋人 临终前终于看出了门道 离世前两天 他亲手将一部书稿 中国历史新论 送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 那上面写着 中国的天子 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间的上帝 他的所作所为 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 不可抗力 天灾 及上帝的作为 相信永生的西方人 敬畏上帝 只关注今生的中国人 却是唯恐触怒皇帝 他们的上帝 就坐在京城中央的宝座上 哦 中国人 你惨就惨在 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 不是上帝 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 与生俱来 带着深刻罪性 和有限性的凡人 有罪的人 却充当正义之神 有限的人 却握有无限权力 渺小可怜的人 却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 压根儿不认识上帝的人 却成了人间的上帝 这不就是 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 总导演吗 从春秋到民国 81个朝代 几乎全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 朝代交替时 帝王几乎都是死于刀剑 毒药和囚禁 中国人杀戮中国人 中国人谋算中国人 中国人虐待中国人 中国人专制中国人 直到中国人 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 奄奄一息 外寇承虚而入 横扫中原 中国不是没有改革者 商鞅 王安石 张居正 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中国不是没有正义者 杨业 岳飞 于谦 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